在路口协助指挥交通 红绿灯和路灯全部都按成一片 当地时间21号晚间10点半左右 纽约市区大停电 主要集中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影响约5万人 7月13号曼哈顿一带大停电后 这是10天内的第二次停电 负责纽约市供电的 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表示 因连日高温用电量飙升 才会导致机组故障 纽约市长对此非常不满 纽约近日气温超过摄氏30度 碰上停电 不少民众差点被热荤 而俄亥俄州和冰州 周末的一波热浪才结束 随即遭到大雨侵袭 22号晚间俄亥俄州东部的暴雨 传输淹水灾情 25人受困 400人紧急撤离 在滨州一个晚上降下超过76毫米的雨量 大雨瞬间铸满河堤 暴涨的溪水淹没街道冲垮树木 许多车辆也被大水带走 民众受困需要援助 但索性无人伤亡 受灾地区已经开始清理家园的工作 红十字会也出动救灾 协助当地居民到附近学校避难 大雨新闻张泰林编译